里面的那个 现在我们范例党里面就有了 当然我是建议你 范例党这个范例其实比较旧一点 好像...这里没有 我的这个范例比较活一点 就是在Google上面打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里面 我上礼拜有讲过政府开放平台 这个里面就包含这么多类 有包含生育保健 比如说一直在讲说到底生育率低到多低 其实这里面应该有内政部公布的 历年来的出生人口的数字 那到底有多低 所以最好其实画个图让我们知道就知道 你就觉得很低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伏兵役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把疫情再延长为一年 有没有 我们可以 如果假设我想知道 到底我们那个 怎么讲 我们的军人现在大概占多少人口比例 或者是总共有我们大概军力多少 其实这上面应该都有 国防部应该有资料 另外的话还可以搜寻 其他还有投资理财 我看这一点好像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投资理财的话跟股票跟外汇 跟什么呢 跟保险 其实上面都有 尽管会公布很多东西 而且这些都会 这个不定时的更新 我觉得还蛮OK的 那另外的话 有跟治安 所以上礼拜有讲到有关 有跟像怯盗 比如说我想知道 台北市的治安 到底历年来是好还是变不好 那如果治安的话 假设跟我们比较有关心是住宅 所以你这边可以有一个什么 台北市的窃盗案 应该是住宅窃盗 或者窃盗也可以 甚至这边还有什么街头抢夺案件 假设说我想知道 我走在台北市的哪一区 最要注意说东西要拿好 可能会想 应该是那一区 有没有 不过有时候你如果突然讲那一区 人家会讲说 你是污名化那一区 有没有 我想大家脑袋应该都有浮现那一区的名称 因为之前好像疫情爆发的时候 突然大家都会很害怕去那一区 所以那一区的那一阵子 好像几乎都没有人敢去 所以你可以猜猜看 如果我想知道 哪一个区抢的关键最多 之外 哪一条路上面的抢夺案件最多 因为他会公布地址 公布在哪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那你大概就可以从这边 可以去得到答案 另外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主要等一下用这一个好了 OK 所以你要练习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可以 另外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资料里面 他跟我们讲说他用的是CSV 那理论上如果是CSV的话 可以直接用什么 用Excel把它开起来 OK 所以我们这边点击 怎么下载很简单 点击进来之后这边有个CSV 可以直接点它就可以下载 OK 那这边就下载了 这个是最新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所以待会请各位把它下载 并且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没有乱码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CSV的档案 它有可能是UTF8的格式 也有可能是用Big5的格式 就是编码方式 内码 所以有可能一打开 就会变乱码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说 假设你们将来下载之后 发现乱码的解决方式的话 第一个我从下载里面开启一下 那如果假设是CSV 你可以按右键编辑 或者用记事本把它打开都可以 那主要可以用那个 记事本打开之后 你用它的一个功能 其实蛮好用的 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之后的话 你只要看一下 这个的编码 如果是UTF8的话 理论上 你用Excel开 会是乱码 OK 所以特别是哦 那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我刚刚打开没有乱码 我跟各位讲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用的是最新版本的Excel 那就不会乱码 但是呢 如果你用的版本是 2019以前的版本的话 那就会是乱码 所以你用最新的 所以刚刚为什么没有乱码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用的是最新版本 那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可能会遇到问题 老师为什么我们在教室用的时候没有问题 为什么一回家一打开就有问题 就是这个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如果你要解决那个乱码问题 请你把编码方式 由UTF-8改成ANSI 再存档 存档完之后呢 再用Excel打开 就解决乱码的问题 就只有这样而已哦 OK 并没有很困难 只是说我没有讲的话 那应该很多人回去 就不知道该怎么列弃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边电脑都是最新版本 有没有同学自己带笔电 如果你自己带笔电你打开看看 有可能就是乱码了 OK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假如说已经乱码了 那你就把它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呢 再改成ANSI之后把它存档 他问你要不要取代 你把它取代掉就好了 取代掉之后 就把这个记事本关闭了 关闭完 因为刚刚怎么开 按右键 你可以编辑 也可以开启档案 所以如果假设乱码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用记事本开 然后再把它另存新档 改成ANSI就可以了 不能是UTF8 UTF8的话就会乱码 OK 除非你都不想乱码 不然你就换最新版的好了 当然要花钱 OK 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 理论上 原来乱码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再来的话 如果我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所以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看一下 我这边好像就有一个云端 我们台北市的窃盗点位 在这里 这边有 台北市的窃盗点位资讯 其实我们主要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从刚刚下载的资料里面 我想知道 在第5月这边 那历年来 现在干脆把这个 放到最上面算了 假设我们想要知道 这个几个问题的话 该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历年 治安有没有变好 那有没有变好的话 当然要先知道什么 历年来的那个 这个数量也没有变少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 它好像资料中104年到现在 那我要怎么知道104年的 这个住宅窃盗的总数是几个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边的话你可以打开 那它有没有捏 有发生日期 有没有 不过它这个发生日期格式 有点怪怪的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103 他应该看不懂 应该是什么 明国年的话 对以色列来说 它是文字 所以它其实是 非标准的日期格式 那怎么办 你可能如果 最好是可以把它转成西元 因为理论上 以色列里面就是用西元年 你用个明国年 它根本看不懂 不过如果假设 我们不想管那么多 反正我只希望知道说 从103年 从103年就一笔 这一笔可能我觉得 这个好像没有公正 应该从114年开始算 那几笔的话 你怎么去算 当然其实就开头104的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就OK了 加的话是加数量 所以这里当然有个方法 你要不就用枢纽分析表 要不你就是用什么 用康义符就可以了 康义符也可以 康义符 所以方法 不过这里的话 我是觉得最简单 还是用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呢 如果你需要统计什么之前 你要先把那个栏位先变出来 所以其实枢纽分析表很简单 第一个 你如果要统计什么样的资料 你必须要有那个资料的栏位 那我要统计什么 统计哪一年嘛 所以你可以在发生日期这边右键插入一栏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那一年 给它一个栏位名称叫年 如果没有你就把它变出来 OK 那怎么变 很简单 前三个字 所以其实这个 不过你会发现 我觉得它这个格式又很怪 它又靠入对齐 它其实有个数字 它又不是文字 不管了 反正我们就要前三个 前三个字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插入什么 插入用文字来切比较简单 前三个嘛 所以用Labs 这个资料 前三个字 所以它理论上是先把它转成文字 再来切 切三个字 OK 所以你会发现切完之后 它就靠左对齐 有没有 所以这个看起来没 好像没什么 但是其实都是细节 其实它前面这个资料是数字 因为Labs的关系 它变成文字 然后在切完之后 因为Labs的关系 Labs是文字函数 所以返环的又是文字 怎么看出来 很简单 对齐方式 然后靠左靠右 这都是细节 其实说真的你平常不会注意 但是我很注意 为什么 因为只要 那个资料形态搞错 结果就是错了 OK 把它向下填满 如果要统计怎么统计 很简单 就是在插入什么 插入书牛分析表 有没有 然后按确定 然后把年放在列 再把年放在值 这样子就统计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 一百零四 不过一百零三有点碍眼 所以一百零三 或许你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不列 OK 但是它这边没办法把它删去 所以如果你要再画个图的话 大家分 分析图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直条图 显示它的数量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折线图 因为它有时间 你可以用折线图 然后一般用有节点的 还有点的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 就会 流到我们要的 当然如果你想一百零三不要 今天你可以 再把这个一百零三筛全 这个打勾取消 不然看起来有点碍眼 我现在确定 没有 一百零三不见了 那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简直就溜滑期 有没有 从一百零四年 到一百一十年 因为一百一一你是刚开始而已 OK 因为不能算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 再可以把一百一 这个把它打勾取消 那这样比较精确一点 马上就有个数字 有没有 历年住宅窃道的统计图 有没有 或者是数量图 等等 你会发现就一目了然 马上可以看出说 到底历年来的资安到底变好 还是变不好 有没有 很简单 那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康义符 不过康义符的话 你可能他先把哪一年 也是一样先产生 然后用康义符的方式 一样可以得到最后 不过比起来 好像枢纽分析表会简单很多 做一个枢纽分析图 最后如果你哪些不要的话 其实可以从列标签这边 前面有个筛选 把它打勾取消 有没有 这两个不要 那就可以把图给画出来了 OK 相当便利 所以马上 如果你老板刚好是柯P的话 问你 我们资安到底 住宅 见到 这个资安有变好 有变不好 你马上可以跟他讲 一年来 蛮好的 这个图例 如果不要 也可以把它删掉 OK 请可以试一下 所以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解决了 那我刚刚主要是利用什么 先记得 把它打开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个祭祀本 那个也稍微 稍微练习一下 因为 你们回家 应该会遇到乱码的问题 这边应该不会 因为这是最新版的 然后插入一个栏 叫年 把这个前三个字 搬过来之后的话 游标放在这里面 其中一个出生格 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年到年就可以了 把年搬到列 再把年搬到池 然后并且在这边筛选地方 把这两个打勾取消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利用这个资料 画一个枢纽分析图 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会发现 如果你懂得用一些 简单的功能 其实 要处理数据 简直是 非常的容易 而且不管资料量多大 都可以在瞬间 把你需要的资料 把它分析出来 大数据 其实有个特性 就是资料量越大越好 重量不重置 因为你数量够大的时候 统计出来的结果 相对也比较客观 OK 所以这个资料只会变多 不会变少 所以理论上 当然将来 如果你不会用对的工具 或对的方法 当然 其实工作上 一定会非常的疲劳 所以 要怎么样用对工具 让工作变得更轻松 我想 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刚刚的重点 不外乎就是 注意一下那个乱马 将来应该会遇到 记得用纪事本就可以解决了 再来就是说 插入一个栏 就是因为我们历年的数量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算一下 历年各个民国年的数量是多少 试试看